国际焦点要带您看到过去我们常说的眼见为凭 现在自从科技进步 生成式AI出现之后 已经不再是百分之百真实 而在全球掀取旋风的中国短音平台抖音 最近更宣布推出文字转影片的功能 让不少专家学者是直冒冷汗 这个由母公司自节跳动推出的 Magic Video V2 AI视讯生成框架 它可以把所有的文字描述都转为影片 而且解析度和平滑感度都很高 重要的是连流畅性还有连贯性也是相当的一流 就有专家说过去是从文字变成语音 现在又变成了影片 等于抖音的造谣功能可是加倍升级 其实去年底美国就曾指控中国 窃取美国的AI机密 甚至还把AI的技术武器化 大规模的搜集还有储存美国人的资料 像是在2021年的时候 微软电邮伺服器软体就遭到中国骇客的入侵 他们利用AI创建专属档案 包括你的健康记录 信用卡还有护照号码 以及父母孩子的姓名 通通都会在这个档案之内 包括美国的卧底 还有官员都成为了这些目标 有了这些档案之后 加上为中国奔走的骇客 又多达数十万名 就能让美国处于可怕的国安威胁之下 不过为了打击AI的非法监管应用 欧母去年也推出了AI法案 对风险的等级进行了分类 不可以又操控人类的行为 以及违反自由意志的AI系统 像是如果是以TrapGPT 创作的影像盒文章 你就必须要讲明是以AI生成 否则最高会罚三千五百万欧元 或是营业额百分之七的罚款 加上今年2024是全球选举年 OpenAI也打算发布反假讯息的工具 如果聊天机器人被问到说 有关大选程序的时候 系统也会自动引导用户到权威的网站 确保这项科技技术不会破坏民主选举